好來 今天兩天大家很舒服的新聞 中華店長的警察 找到失蹤十二年的母子 這十二年來 住在台中的阿嬤也在找他們 甚至自己做房子 掛你的行程 十二年來就這樣四處找人 知道警察在高雄 找到女兒跟女兒 開心到目色老 祝你報喜的理念 幾位感謝 阿嬤派一個爪班 很激動的貴購 王阿嬤哪說哪靠 爪班上面寫的就是 女兒請你快回來 女兒說的就是 中華景峰在高雄 找到失蹤十二年 失蹤十二年的媽媽 她是失蹤十二年 扶人人的媽媽 等於是她和女兒失蹤 失蹤連絡十二年 阿嬤說看到失蹤 只有三十幾公斤 實在真不敢 人家說她回來我的身體 女兒跟失蹤失蹤後 之後 王阿嬤就自己做爪班 派在現場頭前四個找人 過程當中 王室過身 自己也在著感情 只靠各種補助過日子 她都沒放棄找女兒 她在到看到新聞 女兒跟女兒孫 在高雄逢吹到 兩個人都平安 王阿嬤也透過社會處 希望可以趕緊 和女兒女孫去臉